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很可惜 出师不利 没办法 阿帅只能降低目标难度 这次总算棋逢对手 阿帅吼出了必胜的决心 奈何 忌不如狗 这是一只弃而不舍的妄财 起步一追就是五公里开外 村民们看不下去了 因为阿帅已经沦为本界最没面子的丧尸 但谁能料 命运还是让他们相遇了 这是隔壁村二鸭 阿帅马上就会感觉到 什么是爱情 没错 爱情就是如此 但疼 但不难看出 两人一见钟情 但激怒了一旁的单身狗 单身狗弃而不舍 全村都感受到了他的愤怒 另一面 这是二鸭的网红二哥 刚刚逃离北上广 准备回老家发展 谁能料 才到村口就感受到了家人的温暖 和陌生人的追逐 后面这谁啊 你粉丝吧 能让他冷静追星吗 这下阿帅彻底冷静了 因为他凉了 但车内的二鸭大哥表示 问题很严重 因为这回撞人只能自己背锅 毕竟特斯拉没有他这款车行啊 眼看大哥成了杀人凶手 这咋办哪 人死不能复生啊 大哥懵逼了 都像你这么碰瓷 谁他妈敢开车啊 此刻阿帅来不及寒暄 毕竟背后还有一只 弃而不舍的单身狗 夜里 二鸭家里传来了诡异的声音 没错 又是阿帅 作为丧尸 他做了一个违背祖训的决定 该吃素了 二鸭吓坏了 有人偷吃咱家大白菜 作为一家之主 大哥一招夺命剪刀脚 制服了阿帅 但很快 阿帅又复活了 大哥都懵逼了 这人是不是蟑螂 怎么顽皮又倔强啊 然而 老父亲却认出了阿帅 就他白天咬我头的 他咬你头 大哥不能忍了 不管阿帅是啥 这咬头之仇 不共戴天 咱可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啊 对啊 于是 二哥给大家放了一部电影 咱是 相亲相爱一家人啊 解散了 而媳妇当机立断 给老父亲打造了 迷你版的小监狱 还带天窗 但二哥很内疚 你们怎么那么狠啊 那可是一把 使一把尿 拉扯咱 谁能料 亲爹逃出来了 眼看只有二哥一个孝子 父亲仰天长孝 然而 二鸭惊奇的发现 阿帅是一只 很自律的丧尸 因为 他的饮食结构 非常健康 另一面 老父亲被咬后 并没有被感染 反而在生殖健康方面 有了突破性的进展 看见没 他能在厕所 尿出彩虹 村里的大爷们 都震惊了 小麦布老王更表示 就你现在这彷徨啊 我孙子都尿不过你啊 大家非常羡慕 他们怀疑老父亲 吃了什么神奇的营养品 然而 大城市回来的二哥 却看到了新的伤期 原来 阿帅身上的丧尸病毒 可以让老人 绽放第二春 面对日益加剧的 乡镇老龄化问题 二哥发现了一条 新的致腹之路 辛苦了哥 没错 在二哥的组织下 二鸭家预售了 第一批丧尸病毒 村里的老人们 争相接种 那一夜 一向自律的阿帅 彻底放松了 因为他半个小时 吃了六十多根 二两老人胳膊 一夜之间 村里的空巢老人 全都变成了 空巢老超人 个个腰不酸了 腿不疼了 身体倍儿棒 吃麻麻香 怪就怪 生活太安逸 现在的他们 只想去大城市996 就这样 二鸭家凭借 阿帅这副牙口 赚到了人生 老父亲偷走了第一桶金 他去旅游了 二鸭姐姐崩溃了 因为他还怀着宝宝呢 没钱孩子怎么生 眼下 阿帅成了全家最后的希望 如今的他 就是一只招财师 辛苦了哥 就这样 在二哥的带领下 二鸭家扩大了业务范围 提高了服务质量 目前端午节特惠套餐 支持集体团购 买一口送一口 还相继推出了 番茄等多种口味的 被咬套餐 广告语更是朗朗伤口 但很明显 阿帅有点消化不良 毕竟老腊肉很难啃 为了安慰阿帅 二鸭决定带他去钻小树林 干点男人最感兴趣的事情 哥 我感觉你在侮辱我 二鸭认为可能自己不够直接 你叫我名字 叫出来我让你亲一口 我感觉你又侮辱我 二鸭很生气 他决定让阿帅感受一下 什么叫浪漫的爱情 大哥及时出现 他坚决阻止这场步伦之恋 第二天 二鸭决定带阿帅去捡头 谁能料 这也太他喵帅了 隔壁桌的姑娘们一致认为 这么帅的男人 一定很懂餐桌礼仪 而且阿帅干起活来很专一 正儿你都擦一个小时了 好景不长 二鸭听到二哥要卖掉阿帅的消息 毕竟他现在坐拥百万老年粉 你快走吧 再不走 我哥要把你变现了 可阿帅不知道为什么 感觉自己并不想离开 但二鸭表示 爱情里总少不了伤心的离别 于是放了手应景的BGM 另一面 由于丧尸病毒的特殊功效 小麦布老王终于迎来了自己的第二春 神父希望他亲吻自己的新娘 可这一吻 吻出了血染的风采 不 是导演的忠告 他在警示那些无辜的未婚人时 婚后的生活 可能更暴力 更血腥 更加胆战心惊 这场婚礼 就是单身狗们最后的慕志明 眼看丧尸的病毒变异了 二鸭也遭到了丧尸的袭击 但大哥最担心的是大嫂 毕竟他有孕在身 不过幸好 警察此刻赶到 这是一名目光如炬的警官 一眼便洞穿了这里的危险 躲我后面 我会保护你的 二鸭此刻 却发现了一本攻略 记载着打败丧尸的必要条件 是什么 是绝对专业的装备 有多专业 说实话我有点小笑 而另一面 躲在车底的二哥 已经想好了逃跑的万全之策 首先用手机吸引丧尸注意 接着自己反向逃走 毕竟丧尸们反应迟钝 最终开启小货车 陈S型走位 吸引大批丧尸 确保其他生还者的安全 此时电视内正播放着 丧尸自救指南 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玄子 遇到丧尸请不必惊慌 安心宅在家中即可 相信我 他们进不了屋 你这也太他妈假了 大哥一众 只得逃向屋顶 就在此刻 你个傻逼 这他妈是加油站啊 二哥落荒而逃 但他给丧尸们 留下了一车惊喜 这是新年的祝福 在这里 给所有的丧尸朋友们 拜您了 与此同时 二鸭家可谓雪上加霜 因为大姐要生了 而屋外的丧尸们 已经等不起 要吃童子肉了 绝望之余 又是二哥想出妙计 咱用外面的货车 牵引里面的房车呀 道理我都懂问题谁去啊 此刻二人表现得非常谦让 您是哥 您先请啊 可你比我聪明啊 但嫂嫂是您媳妇啊 都给我去 就这样 哥俩决定和丧尸拼演技 如果说你要离开我 接着神不知鬼不觉地发动车子 幸好二鸭及时出现 他这干啥 这不是送吗 危急时刻 是阿帅 很明显 他终于学会了 如何浪漫 但浪漫很快被丧尸打断 因为他们想蹦迪 而大嫂也不负众望 就丧尸蹦迪的功夫 他把孩子生了 眼下丧尸趁虚而入 而二鸭挺身而出 我们可是 相亲相爱的一家人啊 而屋外的大哥 也在用自己的力量 吸引着数倍于己的丧尸 此刻阿帅终于明白了 自己不想离开的理由 你干什么 他第一次感觉到一种 作为丧尸不曾拥有的感觉 人类会为了自己心爱的人 而不顾一切 此刻阿帅想起了自己 和二鸭的约定 不准跟那些野丧尸在一起 听见没 有机会一起看五月天的演唱会 还有 一起看烟花 最终在逃亡的路上 他们遇到了一个人 爸 原来父亲是唯一一个 拥有丧尸病毒抗体的老人 此刻阿尔哥仿佛 又看到了一条致富之路 爸 辛苦你了 伙伴们 明天我也要去接种疫苗了 不要害怕 为了自己身边那些重要的人们 让我们勇往直前吧 我假装讲 您假装听 感谢您的演技 我们下期再会